你為媽媽因為自己的小朋友而成為嬰幼兒睡眠顧問 他為何要這樣做呢? 話說我兒子由出生到八個月大 沒有一晚睡得好 他半夜起碼都醒三次 一天我媽媽就跟我說 原來有個藝園找了一個嬰幼兒睡眠顧問 幫他的兒子睡得好些 之後他就報了兩個相關的認可課程 還將技巧用在兒子的身上 第一晚就有不錯的效果 怎樣訓練嬰幼兒養成良好的睡眠模式 第一就是要環境 環境不單是早上、晚上也是要的 燈光上 有些小朋友有光是睡得很好 但如果他們有光是睡得不好 媽媽真的可能要再弄暗的房間 要讓小朋友知道床是用來睡的 不是用來玩的 所以我們都不建議有任何玩具在床上 尤其是一歲以下的嬰兒 我們都不建議有任何東西放在床上 因為都有機會覆蓋到他們的口鼻 令到他們呼吸有困難 在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是不需要完全的寧靜 如果他習慣了一個完全安靜的環境 很可能有少少的雜聲或者噪音 已經會令到他們驚醒 除了上述的環境因素之外 還有什麼要注意呢 小朋友真的不要接觸到任何螢幕 是比較好的 因為螢幕的藍光 其實都抑制了褪黑激素的分泌 令到小朋友晚上比較難入睡 甚至睡得比較短 如果小朋友日後活動量不足 他晚上又很難可以入睡 或者半夜醒了 很精神在這裡玩 活動量太多 他們休息太少的話 都有機會令到他們過度疲倦 然後去到亢奮 令到半夜突然嚇醒 或者哭醒都不出奇 我們怎樣知道 BB日間應該有多少活動量呢 每一個月份的小朋友 都有不同適合他們日後作息的時間 初生的小朋友可能是一個多小時 但去到十多個月大的小朋友 可能是四至六個小時的活動量 這個就真的看回他們的月齡 每一條的規則 小朋友都一定是應用到的 爸爸媽媽有時都要去試一試 才知道究竟哪個時間才是最適合小朋友 媽媽都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小朋友是否不夠飽 令到他半夜醒了 半夜餓醒的話 爸爸媽媽就真的要想一想方法 令到他們日後可以吃多些 BB有家長很多種不同的安撫 才睡得著覺 怎麼辦呢 很多爸爸媽媽都會抱小朋友抱到他宿睡 才放上嬰兒床 其實這也是一個不太好的習慣 臨睡之前 他在爸爸媽媽的手臂裡面 但當他半夜醒了 發現自己不是在爸爸媽媽的手臂裡面 是自己去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或者去了一個嬰兒床上面 很可能他們會很害怕 然後大哭 醒了又要媽媽抱他 所以爸爸媽媽真的要嘗試一下 逐少減少一些的安撫 希望他加多些自己的能力 嘗試一下學習自己入睡 就算要抱他都好 你可以先安撫他 但我們盡量 希望他放上嬰兒床的時候 可以在一個清醒的狀態 他是靠自己的睡意 在最後滾滾滾下 睡著了 什麼時候比較適合 訓練小朋友自行入睡呢 由BB第一天由醫院回到家 就已經可以開始了 首先爸爸媽媽要知道 他們的睡覺訊號是什麼 例如他們開始打敲路也好 擦眼或者眼睛紅 都可能已經是眼睡了 爸爸媽媽媽要留意 盡量不要讓他一邊喝奶 喝到他睡著了 因為如果他依賴了奶瓶去到入睡的話 其實之後就會很難學識到自行入睡 其實小朋友一開始回到家的時候 都盡量做好一個記錄 不論是小朋友幾點醒 幾點喝奶 喝到多少 因為這些線索 就會讓我們更加了解小朋友的情況 令到我們知道 容易點猜得到 究竟他這個小時是不是眼睡 但如果他不是眼睡 而又在哭 那爸爸媽媽就可以留意一下 是不是其他的問題了